太棒了 这不就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牵住一下 去多久啊 三个月 三个月 那三个月你在美国会想我吗 我会想念这个 死鬼 不过说真的我不想跟你分开三个月 我也不想 我现在已经每天习惯了 惹你生气 习惯我每次向你认错 习惯你每次都会原谅我 所以我现在非常不习惯你不在我身边 所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有办法还不快点说 来 我的公主 坐在这里 我的公主 明明 跟我去美国吧 是谁 把你送到我身边 我用我身边 沈先生是上海本地人吧 是 原来我们家住在复兴西路那边 您是上海人吗 不是 四川人 你八零号 师弟 这么小啊 这是跟冰冰在一起玩的节奏啊 谢谢 我和念琴是同一个年代 那这么看我们之间是有代勾的 开玩笑啊 你说我们这些男人吧 五十多的 涨四十多 四十多的 涨三十多的 那三十多的 肯定就得涨二十多的 但是上了我们这个岁数呢 就希望能合得来 没有代勾谱才最重要 那些找年轻人玩刺激的 都是像沈先生 这些有经历的年轻人干的事 年轻真挺好的 是吧 念琴 那肯定啊 年轻当然好了 我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这两个人合适的话 年轻无所谓 如果呢 要是看着年轻找人 赵总 那说明你已经老了 不自信喽 是谁 把你送到我身边 我用我身边 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你永生黑白 我们一起去美国 我们一起去各地参加巡演 到时候 我会在台上唱歌跳舞 我希望我在演出的时候 一抬眼 就看见了 到时候我们可以 一起唱歌 一起跳舞一起嗨 我们不演出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各个地方去旅游 我们可以去阿拉斯加看大北极球 还可以去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里面看星星 还有我们还可以去最美的加州一号公路上面狂飙车 还有佛罗里达扒鳄鱼谷塔 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婷婷 跟我一起去美国吧 詹姆斯 你的这些想法真的很美好 好想跟你去实现 可是我 不能离开上海 为什么 你知道我妈妈现在的处境很难 我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抛下她不管 就是你妈妈 为什么 你妈妈无处不在 我到底是跟你妈妈谈恋还是跟你谈恋爱 詹姆斯 我可以跟你一走了之 可是我心里不会快乐的 可是如果你不去 我也不会快乐 对不起 詹姆斯 冰冰 为什么爱你这么累啊 之前有小白 现在也有你妈妈 之后还会有谁 爱你真累 我看你确实是累了 你累得连撒个谎哄我都不行吗 我为什么要撒谎 对不起 詹姆斯 没关系 你回去陪你妈妈 我没事 那我走了 我真走了 可是谁做辣植 siihen 悄悄哄啊 highlights 好了 就不用送我进去了 我自己进去就行了 没看到本事 看来我想的当会不怕是这样的 你还是算了吧 一定要记住把一丁送回家 放心吧 辛苦了 再见啊 晚安 再见 游戏 游戏 肯定游戏 沈先生 可以啊 你是掐着点儿来的 那当然 不然的话 你这戒指不就掏出来了吗 怎么 我这念情你很不高兴 不高兴倒不知名 我只是觉得呀 你没戏 你们理工男都这么不会聊天啊 一片概全 这可不是一个好律师的习惯 我怎么就没戏了 说给我听听 这枚戒指 我可是在伦敦定制的 画了我五十几万呢 单线确实用送了点 但是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 还是想救门档户队 是是是是 但我听说上了年纪的人 腰都不太好 我腰还行 好 那就好 那就好 我只是提醒您一下 你可能不太了解何年轻这个人 因为职业的关系 他几乎对所有的人都面面俱到 考虑问题很周确 但是这样呢 也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 其实这么多年来 他拒绝过很多追求者 当然了 比你年轻的人也有不少 但是结婚嘛 光有腰是不行的 毕竟过日子 并不全都靠腰 是是是 但是 钻石 送得出去才行啊 说得对 御人就跟夏棋一样 棋逢对手 才有意思 行了 把我搁在这儿就可以了 我搁在这儿 谢谢啊 可惜 谁说我要不好 少女妈妈 怎么样啊 什么呀 大王毕丽丝 怎么样啊 我现在老师交代 到底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啊 听说 你和小赵旧情复燃了 你从哪儿听到的 这些不负责任的八卦呀 不能听信 你别摸我了 有人已经告诉我了 今天 还是小赵送你回来的吧 难舍难分 难舍难分 喂 妈呀 现在她是我的代理律师 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附加的也是朋友的关系 并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啊 别添油甲醋 我说念情啊 别把关系撇得那么轻嘛 你们俩又不是没爱意 过去是 我倒觉得小赵性格稳重 当年你为了彬彬和他断了 我还觉得挺可惜的 你说这么多年过去了 说起来吧 他身边抓抓一大把的女孩子多了去 可是他还没结婚 为什么 说明他心里有你呀 我还感觉他有过一段婚事呢 对对对 但是只有一段婚事 并且没有孩子 妈 去哪里 去哪里 念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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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烦了 别烦了 你们跟着我干吗呀 我就是想告诉你 赵叔叔人真的不错 而且对你一往情深 关键是身体也很好 从背面看根本不输詹姆斯 你还有什么可等待的能力 你就别管了 干吗了 脸红了 你害羞啊 我 累了一天了 你们都出去吧 让我睡觉吧 我好累呀 说不定你们适合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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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挣再多的钱 事业再好 没有家庭有什么用呢 念情 我觉得小赵人挺不错的 你捞捞地抓住他 你们俩合适 对对对 外婆 我也好喜欢赵叔叔 人真好呢 我肯定支持 我也支持 你们一唱一鹤的 想把我嫁出去 是不是嫌我碍眼呢 还是嫌我烦呢 不是不是 不是 你不要着急嘛 我和冰冰都是为了你们俩好 冰冰 好 你想嫁给詹姆斯 所以要把我赶紧地丢出去 这话说的 我结不结婚 我干吗非得先把你给处理出去啊 再说了 这么多年 我没给你介绍的其他男人呢 行了 我跟赵一斌呢 我一点半点的心思都没有 我跟他就只是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呢 就是朋友了 你呀 跟詹姆斯的事 我不管 我的事你也别管 安吉拉的事 你也别多嘴了 我没有到处来说 我只是跟他的律师说了 也不行啊 有什么不可以的 马上都一家人了嘛 干吗 看你羞的 我知道 你现在正在上演野百合 傲娇野百合也有第二生天 你什么呀 等等 你染痘痘了呗 你上火了 你要拜火啊 你说什么啊 哪里有火的 你出去出去 把你 你死我了 我再染死我了 把你 你又要大眼睛了 快出去出去出去 这样说我 有痘痘吗 哪里有痘痘啊 并没有啊 我皮肤好得不得了 快溜 快 快快快快 快 快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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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能小点说吗你 是 我愉悶透了 就跟冰冰吵架了 我纽约玩乐队的朋友 邀请我一起去参加全国的巡演 明明本来答应我一起去的 但现在又反悔了 她还是放心不下她的妈 这真是一对伟大的中国妈 我算是见识了 那我得恭喜你啊 开始了解中国人的家庭观了 对 中国人的家庭观 就是谁都可以对别人的生活乱插手 你想想啊 她妈一个人在家 又出了这种事 明明怎么可能抛弃她妈和你去美国呢 明明是个好姑娘 可她留下来又什么用 除了添乱 是 我求你了 赶紧出马吧 你小惩惩我啊 是 你说 我 我丈母娘单身那么久 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 她在等你啊 真实的啊 你太会说笑话了 你还有心情跟这些铁家伙较劲 你赶紧去把我丈母娘拿下 当我的爹地 你这样我就能和冰冰一起去美国了 不看她 你在我面前你还装什么呀 跟她表白了没 没有 我的天啊 你这简直是 十四级无下线的循环播放啊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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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练了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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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把我成功的秘诀交给你 来 来来 你站这里 得这样 半夜的时候 那风穿我进去 大声地跟她说 我爱你 然后这个时候 她会寻晕 在法庭上 看见安智来看我的样子 就想起 她以前那笑秘秘的样子 现在 就变成仇人了 你再提安智来 我可不奉陪了 靠 满脑子里面 都是安智了 别别说了 赵逸丁和沈方舟 就在为你擦架了 他们就像大学生 太可爱了 何彦琴 好妒忌你啊 你 你这桃花月也配好了 要不然就一个没有了 要不然就一次来脸啊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这沈方舟对你有意思了 你还不相信 怎么样 你现在是要食途劳马 还想吃那名豆腐啊 你知道的 我是排斥节地恋的 年龄相差那么远 我躲都躲不及呢 还有啊 我怎么跟冰冰 还有我爸爸妈妈交代呢 我呀 还要这张脸见人呢 那你就是很自我呢 少带点啊 那要脸有啥用啊 幸福就好 还凭什么那些二十岁到七十岁的男人 就能跟二十岁小姑娘好 而女人一过四十岁 谈个姐弟恋就说是不要脸 再说了 管她什么年龄 相爱就好 趁着我现在还爱得冻 排场轰呼吁烈的 说得那么容易 你呀 就只管浪漫 我可是已经过了 二做梦的年纪了 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啊 你管死我了 半个月了 安德拉的微博一直都没有更新新的消息 倒是陈子昂的微博动静不小 她不但跟飞飞取消了互相关注 而且她把过去两年里 跟飞飞互动的微博全部删除 她这是对安德拉表忠心的 不仅取关了飞飞 把所有关注的女粉丝 女艺人 女作者 反正是女的 她都取消了 真会来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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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想过 有关安德拉工作的事情 秦姐 上回我们谈的啤酒 最近一直都在力推五酒精的国为啤酒 主打的是都市白领女性消费者 希望安德拉做代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押注分会 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正式的署名邀请 希望安德拉能够帮助推广 面向押注青少年抵制酒精的宣传活动 啤酒就回了吧 但是公益活动可以多接一点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修补安德拉的公众形象 给我们一下 秦姐 即使我们胜诉了 安德拉也不会跟我们公司续约了 他也就剩半年的期限了 你为什么在他身上花这么多心思呢 这半年咱们一定要血藏安德拉了 不然以后别的艺人怎么管理 我明白大家的感受 可是如果安德拉 他真能回心转意要回来了 我们还是要去帮他工作的 安德拉可以放弃我们晴天下 但是我们晴天下不可以放弃他 而且我得提醒你们一句 我们经纪公司是服务艺人的 就算艺人走了 晴天下这杯茶也不可以量 你们自己想清楚 好 你们自己想想吧 喂 何总 我是医院的何教授 安琪勒来检查了 什么情况 前天吧 安琪勒突然来个电话 说是月经失调 来做个检查 平时不是你 就是他助理来约时间的 当时我就觉得 可能有些问题 昨天他来了 一个助理都没带 抽了血 验孕 验孕 对 他已经怀孕七周了 真的吗 今天早上 我跟他本人通了电话 他在家里 用验孕棒又演了 不会又错的 怎么会这样呢 那他的身体情况现在怎么样 具体情况还没检查 但是我看他的气色和身体状况 似乎不是很好 这个傻孩子 谢谢你 何教授 你愿意告诉我这件事情 这可是大事 这件事要不要告诉你 我犹豫了半天 这毕竟是安杰勒的隐私 但是我知道 你一向把他当自己的孩子看 虽然现在在打本子 我想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 就怕安杰勒年轻处理不好 所以希望你跟他好好地谈一谈 谢谢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好好跟他谈的 这件事并没有其他人知道吧 没有 我是亲自去化验室取的化验单 连名字都是假的 谢谢你啊 你想得太周全了 我理解你们的苦衷 谢谢 要是这件事传出去的话 会对他的名声造成很大的损失 安杰勒 我在贺院长那边知道了你的事情 我很想很想见你一面 你能告诉我你在哪儿吗 安杰勒 你叫了我八年的亲妈 我真的把你当成我的女儿 我很想跟你见一面 我想跟你聊一下 我让小娃娃地址发给你 你找谁啊 安吉兰 陶有人找安吉兰 让他进来 好 进去吧 安吉兰 何总 请吧 安吉兰 你没事吧 你能把这个斗笠摘下来吗 你决定要把那些照片买回来 是不是已经知道自己怀孕了 这都不重要 你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啊 当然了 这是我跟子昂爱情的结晶啊 那陈子昂呢 他是不是想跟你结婚呢 他说过他会的 他说过他会的 我相信他 他 我跟他 还有孩子 我们三个未来会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不管他现在跟不跟我结婚了 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安吉兰 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未婚生子你知道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有多少人会给你白眼吗 你在冒险 你用你的未来在冒险呢 人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二十多岁的我 就算是一朵鲜花 也不想永远被束缚在玻璃屏 我是冒险 可是我是为爱冒险 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做过吗 你意外怀上病病 你要退学的时候 你妈妈是不是也跟你说过现在同样的话 难道你后悔了吗 我不后悔 我真的没有 相反 我很感谢老天爷 他把冰冰给了我 是冰冰塑造了今天的我 我也相信我肚子里的宝宝 是老天给我最美的一个 未来不怕路过 就算是跪着 我也会把自己的路走完 我跟以前的你一样 不一样 当年我有周震东爱着我 子昂你爱我呀 安静拉我真不想说一些现实的话来伤害你 可是我真的想让你去面对现实 陈子昂要是喜欢你 要是爱你的话 她怎么能现在跟那个菲菲 别说了 别说这些 就算是我疯了 傻了 陈子昂现在不爱我 我也要抓住这次机会 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 这些许是我最后的机会 这个孩子 会成为我跟子昂之间 牢不可破的纽带 所以我不会放弃 永远不会 十六岁的时候我问你 爱情是什么样的 你说爱上一个人 就要接受他的所有 好的 坏的 狂明的 黑暗的 所以不论子昂现在怎么对我 再给我多少伤害我都会忍 我爱她 永远 你知道我现在 有多心疼 爱去了 你爱得太苦了 要不这样吧 我跟你一起去见子昂 好不好 我跟你一起去跟她谈一下 用不着 我只是跟她说 让她不要让你做一个未婚妈妈 让她负起这个责任 我不会说其他的话 我只是劝她而已 你让我跟你一起去好吗 我说了用不着 你父母把你交给我 我不能对不起他们的 不要跟我提我父母 也不要再想关我任何事情 你知不知道 何念晴 你让我自己做一次主吧 我在心里演过那么多不同人的人生 我生活中了 我自己一次都没有生活过 你就让我自己单独面对一次自己的人生 就算是错的 我也心甘情愿行吗 行 我尊重你 你的人生 是应该你自己走下去的 只是我希望你答应我 不要伤害爱你的人 保重 可总 小白 答应我 好好照顾安静了 跟以前一样 赢了 我们赢了 这是我刚拿到的法庭的判决书 安静拉败诉了 法院判我们赢了 我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一斌 你先坐下来吧 这次辛苦你了 对不起 我想跟安吉拉提前解约 我应诉 不是我想用这个官司 来控制安吉拉 绑住她 而是我希望 可以用我的方法 来挽回她 不要眼睁睁地 看着她掉进坑里面 念谦 我非常理解 你对安吉拉的一片深情 你心疼这个孩子 但是 从我的专业角度讲 等一下 先听我说完好不好 我一直以为爱一个人 是应该扶着她 保护她 不要让她跌倒 原来我是错的 有一种爱 叫放手 放手让她 走出她自己的人生 毕竟人生是她的 所以 这场官司 谁赢谁输 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意义 对不起 易斌 我知道这场官司 你付出了很多 可是我真的 想跟安吉拉和解 好 那这样 我帮你一份 提前解约的合约吧 谢谢 我帮你一份 对不起 谢谢大家 我想你们可不可以先出去 我想跟安吉拉单独说几句话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拍戏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 当然记得了 一条拍了二十几遍 害你一直跟导演抱歉 还有第一次拍吻戏的时候 清场你就是不走 非要盯着人家男演员的嘴 看他做没做清洁 害得我们一直笑场 那是应该的嘛 要是他脏怎么办啊 而且最后我还不是让他清洁了吗 还有冰冰 她是最搞笑的 她出国前去横天探班 非要跟在我后面演个小宫女 那戏征兆很大的 我辛辛苦苦地跪在前面哭 背了两页纸的台词 她大问题一打 现场直接爆笑 太容易知道小婆的情绪 最后我和她一起被导演骂 所以啊 我跟她说好了 以后不可以再去现场捣乱 我走了 我走了 嗯 走吧 不过以后还能回晴天下吗 傻丫头 晴天下永远都是你的娘家 行吗 行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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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你还好吗 挺好 安静乐的事我都知道了 你就别提我的伤心事了 最近第一次看你那么早离开公司回家了 你跟踪我了 没有啊 你别误会啊 因为前一段时间一直很乱 其实我有很多话 都还当面跟你好好说说 念情 别叫我念情 肯定没有好事 谢谢你的咖啡 你干吗 工作呀 和念情是哪位 鲜花 我是和念情的助理 给我吧 谢谢 好漂亮的花呀 这谁送的呀 今天什么日子 肯定是一位追求正恩 你看 这还有卡片 我正好要去找秦姐 我帮你送过去吧 你去吧 谢谢了啊 这些都是我们公司新选的艺人 你看一下 好了 你可以出去了 好的 秦姐 这么大一束花 谁送你的 是人家送给你的 谁送的 秦姐 谁送的 是不是你的追求者 不是啊 一个小屁孩 放电去吧 好 好 秦斌 赵叔叔 我们越来越有型了 咖啡 猫屎咖啡 赵叔叔 您还记得我最爱喝什么呀 我知道了 我是沾了我母上的光 找我什么事情 现在可以说了吧 小公局 其实我就是想来问问您 对我妈是什么想法 最真实的想法 你知道的 我对你妈妈的感情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好 但是叔叔心里也很清楚 这事 得先征得你的认可 认可 我很认可 赵叔叔我一直都很喜欢您 我一千一万个支持您跟我妈妈在一起 真的 真的 我知道之前是我不懂事 不过那个时候我爸妈刚离婚 我怎么能接受我妈妈又突然间掉入爱河了 对不对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我现在不仅不介意 我还巴不得得赶紧尽快跟您在一起谈恋爱呢 你妈妈我很了解 她最最在意的人就是你 包括你的想法 可不是吗 现在除了工作满脑子都是我 几乎她已经没有了个人生活 完完全全把我当成她的感情依托 可是赵叔叔我也要谈恋爱的 你说有一天我要真的离开她 她肯定会承受不了的 叔叔特别能理解你 所以喽 所以你赶紧去拉她一把 不没能说 我妈后来就一直没有再找过男朋友 她感情的大门一直是紧闭着的 但我看得出来 她其实一直在等您 其实啊 叔叔一直也在敲门 但是你妈妈的这扇心门啊 不是轻易会为别的男人打开的 那您是怎么敲的门 跟你们年轻人的方式差不多 约会 吃饭 表白 但是你妈妈说 她要先处理好你和安吉拉的事情 个人的事情暂时不会考虑 这就算是很委婉地把叔叔给拒了吧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光说不练假把事 赵叔叔您倒有实际行动才行啊 什么实际行动 您真的爱我妈啊 非常 我给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愿不愿意娶她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过两天我妈过生了 我就给她准备一个生日派对 等派对上 你不愿意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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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能行吗 何念琴我还能不了解 这一招是定了她 好 好 听你的 何总 我们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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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总 拜拜 来 好吧 别想念琴您 快醉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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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去去去吧 你来 你要再去去那儿 你去去去吧 我呢 兜兜转转的路口 剪着我的伤口 还依旧痛 心 何时还在这里 又怎会舍得她 孤单的游走 姑娘 咱们走了 都等了一个小时了 七点了 七点了 走吧 沈沈 你过去吃了吗 再等一会儿 谢谢 沈沈 兜兜转转的路口 剪成我的伤口 爱依旧痛 喜 若是还在这里 又怎会舍得她 孤单的游走 整天整日的人游 为自己找借口 沈沿的理由 爱过 会知道何时该放手 痛 我才会握出片 可温柔 恨 不能将你的话 再重过一遍 放在心里听 再重过一遍 放在心里听 再重过一遍 放在心里听 也曾拥有过 我能坐下来吗 好吧 你别等了 都八点了 她不会来的 你什么意思啊 我说何念琴她不会来了 你怎么知道 你真的了解何念琴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吗 表面上呢 情节魅力不减 像个小姑娘一样 那仅仅是因为她身在这个行业而已 其实她的内心依然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保守 顾佳 会顾及他人的看法 社会的舆论 跟你我那是不一样的 换句话说 她是不可能爱上你的 我听冰冰说 赵律师已经买好了钻戒打算求婚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听这些 但是赵律师更适合她 你说的我都明白 对 但是今晚我依然会等 服务员 点餐 你这是干什么 既然你非要空等一场 那我就陪着你 好 好 尝尝这一把 特别好吃 你吃吧 好 那我们就不碰了 念晴 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 不用解释了 去吃饭 念晴 行了 不要再叫我念晴了 叫我晴姐吧 其实朱莉也不错的 她也挺不容易的 自己好自为之 还没睡 我把你生日宾客邀请名单给列一下 你干吗 你干吗 跟我看看 跟我看看 沈方舟也请啊 沈方舟也请啊 他是詹姆斯要请的 怎么了 他得罪你了 詹姆斯我都不想请了 还请个沈方舟干吗 行行行 你生日你最大 你不喜欢谁 我就把他给划掉 划掉 我妈妈 詹姆斯可以来吧 可以是可以 但我告诉你啊 我的生日不喜欢有惊喜啊 我的小心脏受不了的 惊喜又不是惊吓 你肯定受得了喽 你听说了吗 我张母娘 已经把你打入 生日邀请的黑名单了 那不挺好的吗 你们能闹矛盾了 误会 不过现在 我没所谓呢 误会得解释 解释解释再解释 没什么好辩解的 不是辩解 是解释 你要行动啊沈 现在的情势对你很不利 碧碧已经和我说了 赵律师 给我张母娘准备了五课了 你准备了多少 我没客拉 没 没客拉又没姿势 那你完了 你要被三镇出局了 是 如果你今天不去 我张母娘就会答应赵律师的求婚 你想想 如果我以后要叫别人爹地 你不会难过吗 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去 爹地 我一会把地址发给你 一定要去啊 爹地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终于生日快乐 亲爱的 祝你二十八岁生日快乐 谢谢亲爱的 念玲 生日快乐 谢谢 赵叔叔你应该改口叫女神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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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胡闹了 谢谢大家 都坐下来吧 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我能够十五年来 一直过着我二十八岁的生日 谢谢大家的爱 也谢谢我的女儿 给我过这么完美的生日 不用客气 以后每年二十八岁生日 我都陪你过 您说的啊 好 大家都吃好喝好啊 你 你 赵母娘 你今天真的好美啊 那当然了 要不然我怎么可能生那么美的女儿呢 我知道你的心思一直都在冰冰那里 好吧 我今天答应你 让你们继续交往吧 真的啊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 我才同意你们 将来可以结婚 别说一件事情了 十件事情我们都同意 什么事情啊 妈妈 我要考察你们 考察期间不能同居 不能出国 多久啊 一年 这么久 怎么了 不能接受考察 能 能 真的能同意吗 能 那就行了吧 能 妈 好了 寿星 赶快切蛋糕了 好吧 快来吧 我好开心啊 十八岁 冰冰 你妈今天就是闹那边了 你今天是不是少请一个人啊 什么招怎么没来啊 你不说话没有人把你当哑啥的 就算她不同于我们同居 那也阻挡不了 来来来 咱们长得娘就是 大家都来啊 过来 帮我翻蛋糕啊 来来来 可是她不让我们出国 那我妹妹的演出怎么办啊 先别想那么多 现在不是有转机吗 我先切点糕去 来来来 妈妈 妈妈 我来帮你分蛋糕 好 来帮我分 爸爸妈妈 谢谢你们的养育之恩 谢谢 多吃点啊 妈妈我爱你 谁 你在哪儿呀 你要是再不来的话 我丈母娘就成为了别人的女神了 我以后再也不能叫你爹地了 你快来啊 好甜 下面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有一个人 马上要给我妈妈一个巨大巨大的惊喜 惊喜 冰冰 不要太慌 我受不了的 快点 这是什么 好浪漫 好浪漫 你在被烧求婚吗 这 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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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是赵叔叔送给我妈妈的礼物 妈妈 赵叔叔 妈妈 赵叔叔 赵叔叔 妈妈 赵叔叔 你快有姓女婿了 对 对 好多年人都这么不适合我 一定立刻答应你 对 好多年人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你聪明 美丽 能干 独立 有原则 你在很多人眼里是女强人 我怎么做理官呢 但在我的眼里 你是最完美的女人 今天 我想请我心目中完美的女神 答应我的请求 让我来照顾你 呵护你 还不累 做我完美的小女人 姓赵的 订了这么多年了 还是贼心不死啊 念琴 嫁给我吧 好感人啊 我快哭了 答应他 Harbor definitive 不用闭胜了 进口上是一个 obl�胜